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这次可能要被队友给害惨了 最新披露的文件显示 华为目前和她在加拿大法庭上 全力撇清关系的两家公司 正更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据路透社独家报道 涉嫌的两家公司 其中一个是在德黑兰运营的 电信设备销售商Skycom 另一个是一家在毛里求斯 注册的空壳公司Kanikla 早些时候 美国当局指控孟晚舟 欺骗国际银行与伊朗 进行清算交易 违反了美国相关制裁协议 声称这两家公司 虽然名义上独立于华为 实际上华为控制了他们 不过华为坚称公司 和这两家没有关系 只有正常的业务往来 路透社称 其在伊朗和叙利亚发现的文件显示 华为与两家公司的联系 比以前更为密切 这些文件显示 华为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 已被任命为Skycom的伊朗经理 其中显示有中文姓名的三人 并在伊朗拥有华为和Skycom的 银行账户的签约权 路透社还发现 一位中东律师称华为通过Kunikla在叙利亚开展业务 这个新发现可能会影响美国对孟晚舟的诉讼 她进一步证实了这两家公司并不只是独立的商业伙伴 美国方面称华为保留了对Skycom的控制权 并利用它向伊朗出售电信设备 还通过国际银行转出资金 美国当局表示 由于这种欺骗行为 银行无意中按正常程序处理了数十亿美元的交易 却并未意识到这些交易可能违反美国当局 当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孟晚舟没有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请求 华为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路透社也无法与Kunikla取得联系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孟晚舟在去年12月11日 以750万美元的保释金被保释 现在保释在温格华家中 目前美方正试图引渡她 在美国 孟晚舟可能面临涉嫌诈骗多家金融机构 每项指控的最高刑期为30年 确切的指控尚未公布 华为上个月表示 公司收到的有关美国指控的信息很少 也没有发现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 该公司将其与Sky.com的关系 描述为正常的商业伙伴关系 还表示双方合作完全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规 孟晚舟被美国逮捕一举 在中国引起了骚动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和军事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而美国情报部门担心 华为的电信设备可能给中国间谍活动提供了后门 该公司一再否认这种说法 同时澳大利亚和西西兰最近禁止华为建设下一代的移动电话网络 英国当局也表示了担忱 向伊朗示好 路透社在2012年和2013年发表的关于华为Sky.com和孟晚舟的文章多数是对它不利的 该社报道Sky.com在2010年主动向伊朗最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出售价值至少130万欧元的禁用惠普电脑设备 该提案至少有13页带有华为保密标识并带有华为的标志 华为方面称本公司和Sky.com最终都没有成功出售美国设备 路透社还报道了华为与Sky.com之间的众多财务和人事关系 包括孟晚舟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间曾在Sky.com的董事会任职 上月在温哥华的保释听证会上 孟晚舟因美方要求提交了法庭文件 美国调查人员据文件称 孟晚舟和其他华为员工多次谎称 该公司与Sky.com没有关系 且隐瞒Sky.com已完全由华为控制的事实 美国当局还声称 在2013年8月左右与银行高管举行的私人会议上 孟晚舟说华为已经完全出售其在Sky.com的股份 但没有透露买方也是一家由华为控制的公司 法院文件称 华为告诉该银行 该公司已于2009年出售了其在Sky.com的股份 同年孟晚舟从Sky.com董事会辞职 但Sky.com的买家未在文件中得到标明 不过据公司注册所在地香港提交的Sky.com记录显示 其股票于2007年11月转让给了Canicler Sky.com文件显示 Canicler于2006年在毛里求斯注册 并继续持有Sky.com的股票长达约10年 美国当局为孟晚舟加拿大保释听证会提交的事实摘要指出 文件和电子邮件记录显示 被列为Sky.com董事总经理的人员是华为员工 但文件上并未显示这些人的名字 Sky.com在伊朗提交的一份公司记录 是在2011年12月在伊朗登记处登记的 其称一位名叫石耀红的员工已担任Sky.com伊朗分公司的经历两年 与此同时华为聘请了一位同名的高管 石耀红的领英个人资料显示 他在2012年6月被任命为华为的中东地区总裁 阿联酋一家新闻机构在2010年11月发布了一篇新闻稿 称他为华为在ITslot的重要客户经理 ITslot是华为的合作伙伴 一家位于中东的大型电信集团 现任华为软件业务部总裁的石耀红 在路透社询问他与Sky.com的关系时挂了电话 Sky.com在伊朗提交的许多公司记录中 写有该国银行账户的签署人名单 大部分名字都是中文 其中至少有三人拥有Sky.com和华为银行账户的签约权 其中一个名字列在伊朗注册表中 有两种略有不同的拼写 但护照号码相同 美国当局在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文件中称 华为员工是2007年至2013年期间 Sky.com银行账户的签字人 香港有记录显示 Sky.com于2017年6月自愿清算 而Connectler作为清算的一部分 得到了约13万2000美元 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的清算人陈良利 拒绝发表评论 Connectler在毛里求斯仍在策 然而毛里求斯的金融服务委员会 拒绝向路透社发布任何记录 并称他们对信息保密 与叙利亚的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 两年前Connectler在叙利亚开设办事处 叙利亚是另一个受美国和欧盟制裁的国家 2014年5月 中东一家商业网站发布了一篇有关文章 报道了华为一家在叙利亚专门生产 自动贵源机ATM设备公司的倒闭 被指定为清算人的律师 奥萨玛·卡拉瓦尼写了一封信 要求该网站更正 称这篇文章对华为造成了严重损害 卡拉瓦尼说这篇文章误称解散的 不仅仅是ATM公司还有华为本身 但他表示华为仍在营业 他写道华为永远不会解散 而且华为已经并且仍通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 Connectler控股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 在叙利亚的运营 华为技术公司是华为的主要运营公司之一 卡拉瓦尼没有回复路透社 关于Connectler的相关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调查人员知道Connectler与叙利亚的关系 另一位知情人士称 Connectler在大马士革设有办事处 并代表华为在叙利亚开展业务 知情人称Connectler的客户 包括三家主要的电信公司 其中一个是MIN叙利亚 由南非的MIN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该公司在叙利亚和伊朗都有移动电话业务 MIN在伊朗有一家合资企业 叫MIN Irunso 该公司也是华为的客户 据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MIN对华为在伊朗设立Skycom办事处提供了建议 这位知情人士称 Skycom只是华为的一个掩护 MIN的一位官员表示 该公司没有人可以发表评论 2017年12月 一位自称Connectler公司分公司总经理的人 匿名在叙利亚报纸上发布了一则通知 他宣布Connectler两个月前在叙利亚完全停止运营 且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备受关注的孟晚舟引渡案将于2月份展开 届时会有更多报道 明镜电视将持续为您关注 以上是莫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